假设你希望个别的统计 我们现在是全部统计的话 我们可以用什么 Connif Connif函数的话 只要跟他讲两个讯息 一个讯息就是Range Range的话是这个整个范围 我刚刚用定义名称给他 第二个的话是哪一个号码 哪一个号码就这个号码 41号 他就帮你把这里面所有的号码算过一轮 得到的结果呢 就是他的总数量 所以你打勾这样就算出来 359个是41号 所以在这么多的数量里面 41号 那41号没有说一定是在哪一个 不是1号球2号球3 没有全部 可是你说老师我想要知道说 到底1号球 他开出哪个号码 的几率 哪一个 哪一个号码 在1号球 出现的次数最多 一时类推 1到6号跟特别号 那我想个别 有没有 如果1到6号还有特别号最高 那我等一下下课 经过投注战 我就买那个最高的 OK 那这样乱枪答案 或者是说有没有什么幸运 或者什么假设 假设这样好了 那我要怎么做比较简单 那跟各位讲 如果你要这个1 比如说1号球 那他的总共的号码就这些 总共几个 好像我记得2255个号码 这么多号码里面哪一个号码出来最多 那其实你也可以另外再开一个吧 所以如果假设我们这个公式 这样1好了 那我如果要算的话 我先把它按照号码重新排序一下 所以把它重新再 Z到A 反正是按照这边Z到A 那这边再按照号码 把它A到Z一下 OK 那它排回来 好 那如果我要根据1号的话 那其实到底差不多 就是一样用康律 那1号的话在这个范围 所以我如果要定义名称的话 其实很简单 你就把这个下方的 Ctrl-Shift加 Ctrl-Shift向下就好了 不用向右 因为我的全部号码就这么多 OK 然后给它一个名称好了 那你想说1 那么1 它会跟各位讲 定义名称 不能用数字 OK 你可以用中文 但是你不能用数字开头 你Enter 它会出现 没有效的名称 那怎么办 没关系嘛 你不能用数字 那你前面加一个中文可以吧 比如说叫大 大一 大一 可不可以 Enter 没问题 所以你开头那个字不能是数字就对了 那你前面可以是一个 比如说ABCD也没关系 中文也可以 我就叫大一 怪怪的 接下来的话这个范围 那我这边就是根据E来统计 所以一样 conif 所以统计里面的话用conif来做 conif 有没有 然后范围就F3 有没有大一 有大一 按确定 好 那条件的话呢 一样就用这个 J2 所以只有范围不一样 因为刚刚范围是全部 现在只有1号球 OK 按确定看看 那你会发现 这条件 得到什么这么多 300多个 1号 1号在1号球 有问题吗 为什么好像一直向下减少 conif 这个范围133 应该没错 可是为什么1号开出的比例这么高 难道有什么内幕吗 我不知道 怪怪的 为什么好像而且还递减了 有没有 而且后面这个号码 所以它是已经排过去的 所以理论上应该他没有给原始的号码 所以他这个历史资料 假设要按照每一个球出现的 这样就不过精确了 不然假设我今天2号的话 那我还是一样定义好了 当然除了用conif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你用插入枢纽分析表 其实也OK 枢纽分析表 其实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conif 那不需要定义名称 那只要怎么样 第一个先选这个范围 所以如果你假设你要分别个别的 假设它这个是1号 当然它已经全部排序 我们就按照比如说有小到大排 的开出的数量 那你可以用插入枢纽分析表之后 比如说我今天根据什么 根据1号你可以把1号拖拉到列 它一样会帮你产生1到40区 不过它好像排序了 所以它最多是到31号 然后数量的话呢 你可以再拖拉到值 可是拖拉到值 因为它里面是数字 所以预设的计算模式 它是加总 所以请你把它 因为我要算数量 所以请你把加总这个地方 点一下 它有个叫值的栏位设定 请你把它改成叫计数 计数其实就是要conif 所以如果你假设要算它的出现 哪个号码的数量多寡 那你可以用计数按确定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如果它已经排过序了 那1号的数量就是这个也是最多 所以这个结果跟刚刚看到结果 应该是一模一样的 当然因此类推 如果2号 如果假设你要想要看2号的话 你可以把1号拿 第一颗这个1号拿掉 换成2号拖拉过来 它可以按照什么 不同的 这个就比较多 所以它基本上应该已经排过序了 所以那一样的道理 你如果它3号 你可以把3号丢过来 甚至你还可以怎么样 顺序假设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 你还可以再把另外一个条件拖到栏 它一样会跟你把 比如说不同的顺序 然后得到一个数量结果会给你 所以如果假设你要做一些枢纽分析 比较复杂的统计的话 其实你可以试试看 用枢纽分析试试看 OK 那请各位试着 我刚刚这边注意 这边的话是利用插入数纽分析表 可以试试看 把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OK 所以如果假如它那个网页上 可以保留原来的位置的话 那当然就会 可以多一些些的统计 当成参考 甚至的话我这边其实还有会画成这个统计图表 比如说你可以用什么百分比堆叠图 然后不同的 我还甚至统计过不同的号码 在不同的年份 或者不同的月份 它出现的比例多寡 OK 当然你可以再进一步分析 就是比如说41号 它在哪一年出现的次数比较多 哪一年出现的次数比较少 最后其实都可以把它量化 并且把它做视觉化呈现出来